好 随着乌二战火的发生 不少民众会担心未来如果发生战争 花莲是否有防空洞可以被不时之需 而位在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就遗留着当年日军躲避二次世界大战空袭 所建造的防空洞 长约五公尺 室内高约两公尺 可以容纳大约二十人左右 那么在花莲文化局以及委外的团队修复之后呢 已经是布置成一个适合民众来体验 了解过去的场域 欢迎民众前往一探究竟 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不少民众会担心 花莲是否还有防空洞可以提供躲藏避难 而位在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日据时期为花莲港宾室部办公室 所在位置居高临下 具有制高点优势 同时俯瞰花莲港和太平洋 能掌控出路船只及飞机起降 因此成为日军在花莲的重要指挥中心 在当时就遗留着约在民国32年 推测是由当时驻守在兵事部的 日军所建造的防空洞 因为松原他就是一个军事用地 所以当时在二次战争的后期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为了防止空袭 他们日军所盖了一个 这个短短的一个防空洞 大概高有两公尺 长大概五公尺 所以这样两两相对的话 大概就是二十个人左右 所以我们就想说他的 当时在这间办公的人 大概就是二十个人左右 可以攻击他们 可以在遇到空袭的时候 可以来躲空袭的这样子的一个防空洞 那防空洞现在来讲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做了一些布置 一方面有这个音效 让大家有感觉到 真的是战争那个时候 我们要躲空袭的时候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 做一个躲藏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把神风特工队的 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性 然后什么是神风特工队的一些资料 我们摆设在这个防空洞里面 所以就是在松原 松原别馆 它本来就是一个军事用地 那防空洞这个部分 是留下来是最具有这样子的 所谓的军事用地的一个地方 现在的这个国际情势上面 就是俄国跟乌克兰的 这样子的一个战争 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防空洞也好 或这样子的战争也好 希望它是都不要有的 希望是它是世界和平的 2018年当时神风特工队员家属 也特地来到花莲寻根 印证当年松原别馆 确实有日军驻守 长约5公尺 室内高度约2公尺的防空洞 约可容纳20人 为外经营团队降龙股份有限公司 将防空洞内重新整理布置 放上历史故事并搭配声音特效 要让民众有身理其境的感觉 欢迎民众前往免费一摊历史痕迹 民众也可利用内政部的防空疏散避难专区 直接查询自家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位置 记得长方眼和联施报道 也认为这 protection 集团的骤